纽约布鲁克连区的地铁站4月12日传出枪击案 至少5人在约台重枪身亡 16人受伤 造成交通大瘫痪 纽约市警察局局长基尚修尔表示 美东时间12日上午8时24分左右 当开往曼哈顿的列车进入第36阶地铁站时 一名在列车上的 带着防毒面具的男子从包里拿出一个罐子打开 随后列车开始充满烟雾 该男子趁机向地铁站台的人开枪 修尔将嫌疑人描述为一名身材魁梧的非洲裔男性 身穿建筑工人背心和灰色脸帽运动衫 目前尚不清楚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动机 纽约州州长凯西·霍赫尔警告称 犯罪嫌疑人仍然逍遥法外 纽约市民应保持警惕 纽约市警察局代理专员劳拉·卡瓦娜表示 在此次枪击事件中至少有16人受伤 其中10人中枪 5人伤势严重 除了枪伤外 伤员受伤的原因还包括吸入烟雾 被榴弹划伤以及因枪击造成的混乱导致受伤 交通管理局表示 目前列车已经停驶 后续班次也将延误 白宫发言人沙奇在推特表示 总统拜登已经听取地铁枪击案简报 相关单位也在密切追踪后续进展 拜登的一位主要经济顾问4月12日表示 白宫正在竭力遏制能源成本飙升 美国劳工部发布的3月份通胀数据显示 美国3月份CPI同比上涨8.5% 年涨幅创下1981年以来最高水平 能源价格是推高通胀的一大主要因素 美国总统拜登周二将宣布 计划允许扩大高乙醇汽油的销售 以进一步降低汽油价格 汽油价格贡献了3月份物价涨幅的一半 食品价格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房租和机票等服务价格也上涨 最新的通胀数据也加到了美联储 更激进加息的压力 4月初美国多数最具竞争力的私立大学已经发保 其中哈佛大学亚裔学生录取率占27.8% 由于今年可选择性提供标准考试成绩 顶尖大学的申请人数创新高 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大学并没有扩大周生 因此被拒绝录取率也同样创记录 哈佛大学今年收到61,220人申请 高于去年7% 录取1954人 录取率3.19% 创历史新低 但好消息是 年收入低于7万5千元的家庭将免收学费 食宿费和所有费用 耶鲁大学今年有5015人申请 录取其中的2234人 录取率4.47% 今年的申请人数比去年成长7% 创下耶鲁大学的新记录 根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4月12日公布的最新研究显示 2020年 美国青少年吸毒过量死亡的比率几乎翻了一番 2021年上半年又上升了20%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大卫格芬医学院的成瘾研究人员 约瑟夫·弗里德曼博士说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青少年因毒品死亡的比率出现指数级上升 原因几乎完全是由于非法分泰尼 它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假冒药片中 这些假药正在全美范围内蔓延 而青少年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危险性 研究人员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流行病学研究的在线数据库 计算2010年1月至2021年6月发生的每10万名14至18岁青少年 由于吸毒过量的死亡数 弗里德曼博士说 青少年迫切需要被告知这一不断上升的危险 需要学校普及关于毒品风险的准确信息 且在学校和青少年经常光顾的地方 需要提供可以用于急救吸毒过量的纳洛酮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吴潜宇 4月12日表示 截至当日90 这次疫情全市已累积排查到在户密切接触者252214人 均已落实管控 其中212393人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其余正在检测中 已排查到在户密接的密接118477人 均已落实管控 其中116944人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其余正在检测中 3月1日以来 累计出院和解除隔离医学观察超过2万人